没有文字阅读了 没有背诵了 没有记忆了 所以你的心里面就存在不了什么伟大的灵魂 你只能站在高山上说 长城长 长城真长 你也就这样了 古代我们中国人的教育 都是让大家直接见贤思奇 跟古人神交 把古人写下那些名片 名句精华 让你直接植入到脑海里 我看到有个报道 郭德纲 郭德纲我很钦佩 郭德纲飞加拿大那个航班上 这家伙可能有这个毛病 他睡不着 因为飞加拿大过北极圈 可能磁场对他有影响 他买的也是公务仓能躺下 结果就十几个小时睡不着 睡不着以后他干嘛 他十几个小时 把他学过的那些 京剧的 就那些曲目 摸了一遍 比方十几个小时 他唱了十几个小时戏 那是什么 脑子里面有东西 心里面有东西 所以你看人那说话 那谈吐跟那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一样